稍微再回顾一下 那基本上就是 那个网络下载资料部分要怎么做 那当然我们要举了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比较一般的 就是用录制区齐 那录制区齐之后的话 它会用那个 其实会产生一个物件叫query table 那其实顾名思义就是帮你query query就是查询 table就是网页里面的表格 query table 查询表格意思 所以里面最重要就是说 它里面有个web table的属性 等于第几个 所以 当然这个方式的话 当然有 我觉得方便 而且比较快速 可是问题 它有很多地方的网页是下载不了的 所以 如果有一些网页你没办法下载的话 那当然我们后来要改用一个叫做IE物件 那IE物件它当然 其实它延伸性还蛮大 它其实 到底就是 把那个IE软件整个迁到你的VBA里面 也就是说你可以透过VBA去完整的去控制那个浏览器 也就是说 只要能够在浏览器里面 被看到的资料的话 那基本上都可以帮你把它抓下来 不过通常抓下来的资料呢 当然是以表格为主啦 OK 所以通常它会 所以一般资料 一般如果你要抓的通常在伺服器里面的资料库 那资料库吐出来的东西大部分都会放在一个Table 一个表格里面 所以你就可以再把它抓下来 那我们有举个例子就是 利用那个雅虎股市 因为抓雅虎股市部分的话 如果你用Create Table 它可以抓 但是抓下来是乱码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方法 所以如果假设你遇到这种情况 那你可能要有第二招 你如果没有别的方法的话 那当然你抓资料就会失败 如果你用那个Create Table抓 也是可以 但是就乱码出现 乱码出现的话很麻烦 所以我们后来有改了用那个IE物件 去帮 帮我们把资料抓下来 那我是利用那个 先把大乐臭部分的抓取方法 当然我们本来是用那个 用Create Table 后来改成用IE物件 那里面的话 大概其实主要就是要知道 如何去 那个启动那个我们IE物件 所以程式部分的话 当然我们在云端白板里面都有放 所以其实 最重要的 这个地方在下载网络资料 那其实最重要的部分 基本上 慢慢跟有个概念 其实 这个上个礼拜都没有 如果你要下 用那个IE物件 帮你下载的话 那其实最重要的 那个部分就是叫 Create Object 的这个方法 OK 那Create Object后面的话 就是会有一个叫什么 Internet Explore Application 因为在那个 我们Windows里面 那个 浏览器 它叫Internet Explore 那点Application 就是它后面的物件名称 所以如果说以后你要引用 外部的那个 外部的程式帮你做一点事情的话 通常是微软的那个 比如微软的程式的话 像 那IE微软器是微软的 那如果你要引用 那个Google微软器 其实也可以 只是说它没有释放出怎么呼叫的方式 那你也没办法呼叫 那这个地方因为呢 微软它有一些 提供一些方法 让我们知道说怎么呼叫 所以观点你可以利用那个 Create Object 这个应该是 这个有法底线 关键的就是Create Object 这个方法 那也就是说未来 如果你要呼叫别的 比如像之前有同学问到 他想要批试把那个什么 Essale转成Word的话 有没有 批试 批试把那个 就是 Essale的工作表 变成Word的文件 OK 因为Essale里面是 它的工作表叫Shits 那那个 Word里面有Word VBA Word VBA里面叫Document 加S Document 应该是Documents 然后如果要新增就要点Add 所以你可能要把 Essale里面的那个表格 那个范围把它复制 再贴到Word里面去 所以背后你可能还是要Create一个Word Application CreateWord Application之后 然后你就新增一个Add一个新的文件 对不对 然后从Essale这边复制 然后Word那边贴上 贴上之后就执行什么 存档动作 就是Save As Save As一个档案 它就帮你存出去了 所以其实要转写 Essale要转成Word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是也OK的 只是说你Google一下网络上好像也有人提 但是好像都没有非常完整的一套东西 只是说有同学问 那当然我只是说我没有真的把那个程式写出来 也许后后续后面如果有机会的话 可能再分享 因为之前有同学是问说 Essale怎么转PDF 那在我们云端上面的其他 那个范例里面有转PDF 但是转Word的没有 对不对 也许未来可能再用其他形式分享 也许之后后面的班级 如果范例再把它调一下 然后可能就再把这边加 因为城市不多 可是要讲的话 还是需要花一点时间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各位在把那个上个礼拜 其实这个是一个范本 里面的话 大概就是把那个浏览器打开 然后进到水泥个股 等一下 这个位置的话就是让城市等一下 主要原因是因为 那个浏览器需要载入 载入的时候 你担心说你要抓他来说他还没有 还没有准备好 你会抓不到资料产生错误的话 其他的话就是利用那个 其他的方法 先抓table 第几个table从零开始 然后再去抓怎么抓TR TR的话指的就是他里面的列 再抓里面的TD TD就是他的储存格 所以table TD 然后 TR再TD 那如果没有TD的话就抓TH 不过这个抓TH 这个 到目前来说比较少用 因为现在的网页 基本上 比较少用TH了 刚好因为那个 那个 Yahoo的股市 他用到了 那为什么我们会知道 我讲过了 你可以按右键检查 所以慢慢你要习惯了 那背后那个检查的那些东西 其实就是HTML 加CSS3 再加一个程式 就JavaSpeed 所以如果说你要真的彻底的能够 成为一个 像网路爬虫的高手的话 恐怕你那一个部分的知识 可能自己要再去把它再加进来 这几家去更新 因为 这东西其实如果不会 你光按右键检查 有没有 有些同学 我自己 我因为很熟的人一看就知道关键的地方在哪里 但是如果你对那不熟的 你光看到那个程式 头就痛了 因为那里面很多很多东西 当然你也不用说 一定要彻底的完完全全 好像什么东西要包上包也不用 你只要抓关键的东西就可以了 好 那是上个礼拜的部分 那今天的话我们在延续 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有关工作表相关的 那今天的话大概就是说 我们也是开启那个问题07好了 那问题07里面的话 其实 这个范例里面 总共会有13个班级 那假如说假班一直到 可能到什么升班 那如果说当然要排序的话 比如说我要move它的话 之前前面我们有范例是讲到 move 那move如果说我今天呢 要按照一个顺序 这个顺序的话 所以第一道题 请各位就是 开启那个工作表 清单名称 那这边的话就会有一个顺序 就是假班 一直到那个 骇班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把这个 这个表格 就是它的顺序 如果说我今天 我把它直接贴到哪里 贴到 这个 这边 i2的储存格 好了 那这边上面的话 你就再加一个清单 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 第一件事情 我要按照排序 那排序的话呢 就是说 我希望呢 就帮我按照假班 以前可能就这样 你可能假班 先搬过来 然后那 乙班再搬过来 然后再比搬 丁搬 那可是如果说我今天呢 有个清单 我希望呢 这些名称 必须按照这样的顺序 帮我一个一个的移动的话 这地方的话 城市该如何撰写 OK 应该可以可以理解这个道理 只是说你要 这边的话关键就第一个 你要跑一个回圈 for i 等于第二列 到它的最下面一列 OK 那应该就是14列了 然后呢 接下来就怎么样 就是先抓Sales的这个 第1列的I-Lan I-Lan里面的东西 就是I-2儲存格的假班 然后你要把这个东西 所以你就是把这个 名称 然后呢 跟什么呢 跟工作表 物件结合 然后就是sheets 哪一个 假班 点move move到哪里呢 直接帮我搬到 第一个位置 以搬搬到第二个 丙班班第三个 这种写法 但是这种写法还蛮多种的 你可以 所以这样的 假班 move before 应该要before第一个 所以要第一个的前面 然后以班的话呢 要before 第二个的前面 然后 丙班要before第三个的前面 所以如果你要把这个规则 写出来的话 程式并不多 大概应该就是三行吧 一个for回圈 里面move 然后配合一个i 帮我移动 其实程式都写完 只是说你要怎么样 刚刚好 OK 假设我今天的需求是 有个清单 我希望按照这个清单 帮我排序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请各位先试一下 先把那个问题07 先打开来 然后呢 就在云端上面 我有放一个那个 工作表清单的名称 你就按照这个排序 画面先划给各位一下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